我從1979年開始 接觸茶葉到現在 在茶藝方面學習 到最近在十幾年前 我來到了美國這塊土地上 跟著大家一起來發展 我們茶藝文化 還有我們中華文化的茶藝方面 茶藍與殘茶 怎麼樣來介紹給國外的這些朋友 還有我們這些鄉親父老們 大家可以在喝茶的時候 同時也可以懂得一些 回顧到我們一些互有的文化 比如說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個喝茶其實我們是有四個億 品名四億 我們也可以享受到茶香 花花花花花插花 還有一項就是我們要寫詩 然後聞香就是點香 這都是生活裡頭的樂趣 那我如何把这些乐趣来带给这些社会上的人呢 在这个国外的土地上怎么样来让他们能解闷呢 那这个就在更早的时候呢 比我更早就有许多许多我们这个 从台湾来了很多的朋友 在茶叶界的茶人 比如说呢 慧美兽黄顾问 黄正明黄顾问 George黄 还有我们的茶叶大使 许正龙 许先生 还有他的夫人 George Schiffer 那我们自茶同眼工会也不予一例的 来到美国在帮我们每一年都帮忙 推广这个茶叶 范德光顾问 范德光总干事呢 他更是提供了许多的资源给我们 许多的资讯给我们 让我们怎么样来懂得喝茶的乐趣 那这个除了他们这几位之外 还有天能集团的李瑞和李先生 他更是不假于利的在全世界的各地 那当然在全美国里头呢 从美国纽约东岸到洛杉矶西岸 更有许多呢 都有他住脚的地方 那在城桥方面呢 我们在城桥呢 我们也有多次的这个国庆节的国庆茶会 那我们办国庆茶会呢 是由邱锤黄乔务委员 还有林翠云顾问 乔务顾问 已经有两位的大力的呢 在推广之下呢 那我们呢 很成功的呢 在这个 在国庆的时候呢 国庆酒会 国庆酒会我们是以茶代酒 那我们是用国庆茶会呢 来说庆祝这个国庆 那 在这个 茶会里头 很高兴呢 我们有好多的侨民 大概有超过两百多位侨民来参加 那这也代表说呢 这个各位在喝茶上呢 已经有懂得怎么样来用茶来享受自己的生活人生 那说到茶呢 那我们除了在国庆酒会的事上 我们也一步一步的推到主流社会 那在这个 Oring County的 鲍尔博物馆 那我们也有做过了几次的茶叶推广 茶艺表演 那这在在呢 都是在为我们这些侨民呢 希望呢 能够把这个喝茶的乐趣 能够带给他们 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呢 藉由喝茶让自己更健康 享受更快乐的人生 那喝茶 其实有很多的方式 那 那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呢 就是我们来以茶会友 那以茶会友就是我们在这个洛杉矶呢 在很多很多的社团里头 像写作协会 那我们也 因为我本身是北美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护会长 那所以我也就在这个会里头呢 经常借由我们的团体的 我们这些活动呢 来办茶会 以茶会友 那希望呢 各位能够在喝茶的过程里头呢 能够体会到什么样的一个茶禅的精神 然后再借由喝茶进入禅的这个境界里头 再来懂得享受人生 那 进阶式的呢 进入茶禅的这个境界里头 那 说到喝茶 其实喝茶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就是把热水 加在茶叶里头 那这个茶呢 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茶叶 这个我们说这个茶呢 这个字 就是人在草木之中 那也就是说 我们完完全全的把我们的这个精神 跟我们这个很 在这个社会里头很洗澡 很不愉快的时候呢 我们借由这个我们自己呢 来用茶叶来洗调我们的身心灵 那茶就是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心灵 寄放在茶叶里头 然后把我们这个人的心灵 放在这个草木之中 回归到自然里 大自然 在大自然的熏陶下呢 我们能够 很非常的enjoy的来 来让我们自己放松 我们这么 在这么紧张的这个生活 社会里头的环境之下 那 我觉得 我感觉我很荣幸 很高兴呢 能够在这边担任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能够说以茶叶来跟各位 跟大家 跟所有的乔友们 跟各位乡亲们 一起来 以茶作乐 以茶会友 那 以茶代酒 然后呢 我们更能够用茶 来带给我们 美满幸福 健康的人生